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12月10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宗教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新世界初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 维护稳定增进团结 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奋斗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魏健行李兰青出席了会议 江泽民指出